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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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阳城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评论右下方了解更多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睡觉时腿抽筋 我们就知道可能是缺钙了 腿不仅是具有支撑我们行走的作用 它还是人体健康的信号灯 若是腿部肿胀 孙软无力症状注签时 可要小心身体健康了 腿部肿胀发麻 可能是腿部血管有淤堵 要形成血栓的前兆 若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腿部有肿胀的感觉 要警惕血管堵塞这一问题 双腿搔痒 腿部有搔痒的感觉 并且情况逐渐严重 不要小事 患上肾脏疾病 糖尿病 静脉曲张等疾病 都会有腿部搔痒的感觉 不要过度抓脑 先去医院检查 下肢酸软无力 若是只有一侧腿部出现无力疼痛症状 需要怀疑脑梗 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 若是双腿都有此症状 那可能是腰椎颈椎出现了问题 不可随意忽视 疾病最怕拖着不治 当身体出现什么异常状况时 先去医院做个检查 以免拖成大毛病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你有关注过自己一天的小便次数吗 你知道有很多疾病 都是可以通过观察尿液来反应吗 下面教大家如何通过小便 判断身体健康状况和身体水分是否充足 正常人每天小便次数为8次是最标准的 白天7次 夜里1次 如果在这个范围左右 表明你喝水状况不错 但若是饮水量并不大 但排尿次数过多 警惕膀胱 肾脏疾病 观察尿液颜色 判断身体水分是否充足 正常的小便颜色应该是淡黄色的 呈测透亮的 如果长时间没有喝水 那排出的尿液可能偏黄 需要补充水分 但若是呈土黄色 说明你严重涂水了 小便它不仅是我们身体循环的青道肤 也是检测身体是否健康的晴雨表 所以平常在上厕所的时候 顺便看一眼 也是提醒你该喝水的一种方式 也检测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新京 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冬季寒冷干燥 若是经常待在室内 可能会出现头晕 食欲不振 失眠等症状 那可能是身体缺少阳气导致的 除了多晒晒太阳 还可以多暗暗身上 这三个血位 一 神门穴 神门穴位于手腕长侧 和横门的齿侧端 万曲肌的凹陷中 长按此血可以补益气血 凝心安神 有助眠改善神经衰弱的功效 二 神情学 神情学位于头部前正中线上 前发剂0.5寸处 此血可以轻疏头目 镇静安神 主治头晕 头痛 失眠 记力减退等 三 三阴交学 三阴交学位于小腿内侧 内坏尖直上四横指出 此血除了可以健脾易血外 还可以调肝不慎 亦有安神之效 可帮助睡眠 在每晚睡觉前坚持安柔这三个血位 每处一分钟即可 能够帮助补充气血 省发阳气 改善睡眠 调理身体状况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津津 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冬天来了 冻得你手脚冰凉怎么办 告诉你一个冬天超厉害的蔬菜 抗癌 清雪管 暖胃 顾慎羊 它就是小茴香 温慎生羊 冬天应该吃一些温性食物 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韭菜 大葱等 但其实这些都不如小茴香 而且茴香直接入肾经 直接温补了肾经的凉气 体质虚寒的人 平时比较怕冷的人 吃小茴香都是有好处的 暖胃清雪管 小茴香具有暖胃 开胃养胃的功效 胃寒胃痛的人吃茴香 能暖胃止痛 食欲不振的人吃 能开胃 帮助消化不良的人改善消化 它还能溶解沉积在血液中的脂肪 提高新陈代谢速度 清理血管垃圾 但高血压患者不要过多使用 除了日常用小茴香煲饺子 还可以凉拌与鸡蛋一同炒食都可以 在寒冷的冬天 大家要多吃一些生羊的蔬菜哦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评论下方了解更多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你知道我们的小手指有什么功效吗 每天按一按揉一揉 使我们的心肾都有好处 还能改善白发症状 下面教大家两个按摩小手指的方法 一勾手指 用左右手的小拇指像拉勾一样先拉 两至三分钟左右 头发的生机根源于肾气 肾有无活力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看头发 头发长得好 说明肾功能不错 肾好头发就乌黑旺密 经常按摩小拇指 可以提高肾气 防治白头发 二捏小指 从指腹开始向下捏小指 捏一下松一下手指 再继续第二下 直到小指根部即可 每天坚持50次左右就可以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用力过度 或长时间压住不放 小拇指上的经络主心 在一定时间内不断活动小拇指 就相当于拉伸按摩心脉 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大家都记住了吗 每天空前时做一做 身体更健康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成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有加方 了解更多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前列腺是男性的生命线 若是前列腺出了问题 男性真的很遭罪 日常养护前列腺健康 可以做做这两个小动作 首先在床上平躺 然后抬起双腿 使大腿与身体垂直 小腿平循移地面 维持这个姿势 尽量时间久一点 刚开始坚持不了多久 三至五分钟就可以 慢慢延长时间 最好是保持十分钟以上 这个动作可以使 气血充盈小腹 疏通经络 从而养护男性前列腺健康 另外 男性朋友养护前列腺健康 可以经常敲打两侧腹骨钩 这个位置两侧有一个穴位 叫充门穴 有助调理下胶 充盈气血 改善小便不利的症状 每天睡觉前 可以来回敲打五十次左右 前列腺不好 平时一定要多喝水 多吃含纤维素的绿色蔬菜 戒烟戒酒 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不宜经常骑自行车 或是久坐 减少对前列腺的摩擦 增强体育锻炼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声